我早上五點半就起來提水 就像一桶一桶這樣提出來 提上來 你說一天要提多少 我一天提15趟 長達十天沒水可用 浴缸變成蓄水池 住戶快要受不了 集結在社區門口 要自來水公司給個交代 媽媽不能沖水 衣服不能洗 餐飲水都要去買 現在防疫期間 都是要提洗手 然後防疫期間嚇死了啦 我都不敢弄 我孫子回來 沒有水 沒有水洗手啊 外頭下大雨家裡卻缺水 住戶毫無奈 新北市汐止這處社區 附近進行水管汰換工程 自來水公司施工後 社區從上個月28號開始缺水 共42戶受到影響 5號施工單位接通其他洞管線 才暫時解決問題 自來水公司放置兩個大水塔 供民眾使用 住戶每天自己扛水上樓 還有人因此摔傷 腿部大片挫傷 頭腫一大包 已經三四天了 這邊好大音說 天啊弄下去還會痛 換個區完畢以後就沒水 這個針點就在這裡 自來水公司說那是你們的事 所以他們不關聯 管線哪裡出問題 施工人員使用內視鏡到地底下探測 終於找到水管破裂處 這十天住戶無法上班 得到外面洗澡損失能否申請國賠 所以在原金早上查找出來之前 沒有確定責任之前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水管破裂的原因 自來水公司還在找答案 就會只想問 取得民生用水 這最基本的權利 真有這麼難嗎 TVB的新聞承認 金玉琪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